您现在收看的是香港卫视的时尚体育 欢迎你回来 我们把视线转向羽毛球 提起这项运动 大家首先想到的肯定是林丹、李宗伟等目前世界顶级的选手 这些超级球星的成长自然离不开 艰苦的训练和完善的提训体系 本期节目我们将通过一个专访 带大家了解一下作为同事羽毛球强国的马来西亚 他们目前的专业运动员的成长环境是怎么样的 同时企业、教练、国家体制等因素 又在里面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呢 羽毛球运动是一项老少皆宜的室内运动 像乒乓球一样 对于选手的体格没有过高的要求 非常适合东方人发展 而作为羽毛球强国的中国、马来西亚等地 近十来二十年间 积极开展羽毛球的推广活动 力争培养出未来的林丹以及李宗伟 其中在马来西亚创立的私人羽球俱乐部 亚航羽球学院 就为当地思怀梦想的少年们打开了一扇大门 学院希望在促进马来西亚羽毛球运动的同时 也能够培养出新一代的国家级运动员 让更多的选手能够踏上国际赛场 为国争光 就是有一个计划 想要做出一个设立一个学院 但是我有一个朋友在亚航里面工作 那我就想到一个概念就是说 因为羽毛球员最基本就是需要东西 就是机票 然后就住宿 就是hotel 因为我和我的伙伴是在一个义毛球那里出生的嘛 所以我就想到 马来西亚的那个运动务球 然后就成立了这个亚航的义毛球学院 其实第一开始是我们的目的是 我们的目的是 我们制作那些年轻的义毛球员在马来西亚 带上来 带上来给他们连到一个standard 就推荐他们过去那个国家队 国家队的义毛球场 其实我的希望是 我们AABA可以 produce到有几个 可以入到国家队 为了国家打个成绩出来的模样 托尼·费尔南德斯是一位独具慧眼 富有远见着实的人 他旗下的亚招航空公司 是世界闻名的物美价廉的代名词 商业之余 他还是一位超级体运动迷 手笔不仅有赞助英超球队女王公园学优者 还曾买下过F1车队卡特汉姆 如今他又将热情推向他们的国球 羽毛球 亚航羽球学院英文全称为 Air Asia Badminton Academy 简称AABA 经过将近两年的发展 目前的亚航羽球学院 已经走上了正轨 不过澳人的成绩 可不是轻易得来的 从创业之初的艰辛 到发展过程中的层层阻碍 每一步都充满了坎坷 跨南德斯是 那时候我们正开始 帮AABA 帮AAA合作 很多很多那些 很细节的那些 那些contract 是爱 我们没有想到 我们没有想到复杂的 好像有他们的律师打出来 那些contract那些什么东西 那些成就 很辛苦 很多很多东西 我们做 MySea有很多不同的 羽毛球学会 或者是club 每一个就是 我们不能够 我们不能够担保 每一个人的眼光都是一样 就是说 就是会看好我们 亚航羽毛球学院 但是我们也不会去 去理这些东西 就做 就是继续做我们 所要做的东西 来证明给 全部人知道 这个program 是可以帮到 羽毛球的后代的 在创办的最初阶段 一些大马羽球爱好者 不了解亚航 也不信任亚航 但是随着羽球学院的发展 逐步有一些青少年 主动来了解情况 并在此后 欣然加入到这个大家庭中 同时 学院也积极 和学校合作 帮助孩子们提升水平 并从中挑出优秀的学员 来重点培养 亚航羽球学院发展到现在 主要有三个训练基地 其中两个地点位于首都吉隆坡 有一百二十个年龄 在六至十八岁之间的青少年 签约了亚航羽球学院 现任的几位教练 都是从马来西亚国家羽毛球队 退下来的专业运动员 有着优质的教学质量 他们灌输的都是一流的教学理论和战术 现在有的队员已经是周队的队员了 同时 学院还会帮助那些资金有困难的运动员 让他们得以继续追逐心中的羽球梦 在一些国际赛事中 亚航的球员们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我们会分为那些比较始终的 和比较中等的 比较intermediate的和advanced的 我们会有三个教练 三个教练 所以就从那里开始 那些比较始终的 我们就放在一个群组 比较好的 我们就放在一个群组 那些最好的elite group 就放在一个比较 参加的elite group 比较好的 最好的 其实发展情况都蛮好的 因为我们的学院 已经增加了很多很多 就是我们所谓的 专业球员 那就是因为我们有了这个 就是设备嘛 就是赞助商 然后又有这个 Forex的那个赞助商 所以我们就可以同时 就是帮到很多很多的 那个新的 就是新的一代的球员 实现他们的梦想嘛 就是我们有 在这里面我们有派过他们去日本 打过日本的就是国际赛 然后有去过 Melbourne 然后香港 然后中国 然后泰国 就是这几个 大的困难已经解决了 那么小的困难就是 我们有些学生 打好球 其实现在 我帮我的九百里比的时候 现在的学生好很多 有这样的机会 有AAB的赞助 九百里我们没有的 九百里是什么 就是国家队 国家队有派到就有戏 没派到就没戏 在外出参加比赛的过程中 除了交通和住宿以外 还有一项大开支便是运动装备了 机缘巧合下 取院几位创始人 接触到了英国弗雷斯集团 希望能够开场合作 考虑到亚航的办学宗旨 与弗雷斯的产品里面 有着十分相同的地方 双方很快就达成了合作协议 弗雷斯为亚航羽球学院 提供专业的羽毛球装备 这项举措也显示了弗雷斯 独到的精英理念 和长远的发展目标 因为我们未来来讲 我们在推广方面的放大 在于产品的研发 我们在台湾又成立一个研发中心 来配合广州总部 使我们的产品更加的豐富 多元化 而且我们也是不断的创新 品质提高 这样来帮助经销商扩展业务 然后这个就是说 以后会为我们企业 量身定造 一些我们企业 我们行业需要的人才 我觉得这个对 所以就是说我们企业还有学校 还有就是说学生来说 都是一个三赢共赢的局面 然后其实更贴近市场 这个就是在这个行业 也是没有就是说先例的 其实弗雷斯给我的感觉 其实是它已经进步很多很多 品质都很好 都很好 而且最重要是 它做的就是每一个产品 都有就是就是说 适合不同一样的 不就不一样的球员 而且在生意上 我们又要有那种 social play 就是休闲的 就是打休闲的 那弗雷斯它的产品 有分的就是有分个不同的 就是叫做不同的那个级别 给我们去选择 其实是蛮好的 学校的唯一的使命 就是培养合格的 学生输送到社会 那在培养过程中 就有了弗雷斯的介入 将来的就业 它也会留在这个弗雷斯 这个是从我们学校来讲 这是一个最大的收益了 在这个过程中 而且这些呢 这些任务我是觉得 就是应该在高校里面来完成 所以从弗雷斯来讲 这个它把这些事情 交给我们学院 我们学院组成一个团队 来为企业服务 为了金牌数量和国家荣誉的举国体制 在中国绝对是占主导地位的 培养专业体育人才的重任 只要由国家来负担 而在马来西亚 由于训练只能占用运动员的 工作 同样培养了不少优秀的专业 现在开始比较多了 应该有五六间 这样的私人的一个Club Badminton Club 大多数都是在市区多 在Guala Lumpur KL 就是因为我们马来西亚 不是专就是不像中国 他们就是可以什么都不理 就是打球 我们马来西亚的球员 他们还要兼顾读书 然后打球 甚至有些还要有额外的音乐 类似这样的东西 其实在这几年来 我们马来西亚的Badminton Association 已经开始跌了 开始跌了 所以我们希望我们这个ABA 帮到马来西亚 拉回马来西亚的义务球上回来 过去 一位队友为了梦想在一起打球 现在他们重聚创办了 这间亚航语球学院 未来大家也会为了这个梦想 而共同努力和进步 就像亚航的口号 Everyone can fly 一样 这位创始人也希望 未来马来西亚的羽毛球运动 能够发展得更好 可以 Everyone can play 这几年之后 没有什么大变化是 是 是教学生 教学生 因为现在的学生团很小 那个水准都未到 我们教学生 都未到世界级的水准 所以希望在一五年 我们会 制作至少一两个学生 可以打出世界级的竞赛 其实我们对这个 亚航语毛球学院的目标就是 我们希望在明年还是后年 可以开到就是有 七个到九个的训练宇 所以也希望我们就是 在亚航羽毛球学院里面 练球的球员 可以在某些国际赛 就是国际的比赛 夺下比较好的成绩 我希望我们的学生 ABA的学生 在一五年 在一五年 希望都有一两个 是可以打到那些 数点满 那些通费 那些什么的东西 然后再把他们 就是送进去就是国家队 这是我们的就是 一个训练 我们会开始增加球馆 最重要的目的就是 先找好的教练 最重要的目的 你还会有好的教练 大致上是没问题的了 就是希望每个人可以玩 那我们希望我们做得到这一点 嗯